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好 这里是准时为您直播的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欢迎您的收看 今天是2024年的2月6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江西省新闻名专栏 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 如果您也想象我们的栏目反映问题 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干问抖音号就可以反映您的问题了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 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推出的 幸福生活有干劲 荣媒体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的直播小分队 来到了九江永修县的白鹤山庄小区 来看看这里通过老旧小区改造之后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胡帅 你好胡帅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 还有我们都市现场直播号的各位网友们 大家中午好 此时我是在九江市永修县的白鹤世纪花园小区 来为您做现场的报道 其实来到这儿感觉非常的亲切 因为早在去年的八月份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当时这个小区的老旧小区改造 正在开始进行当中 那么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也是因为这些居民们所反映的问题和疑虑 来到了这里 时间是来到了2024年的二月份 那么现在已经过去将近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老旧小区的改造终于完成了 我们到现场已经看到了 整个小区的面貌是焕然一新 感觉变化非常的大 通过我们的镜头 其实我用语言不需要过多的赘述 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 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之前是一个荒草丛生的荒地 在小区当中荒废了很多年 居民无非就是在这儿 晒晒太阳 晒晒被子 有时候都很难进入到这块荒地 因为杂草丛生 而且有很多的蚊虫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 拔地而起的一栋 非常整洁的亮眼的小楼 这个小楼被称为灵里之家 那么别看这个小楼 面积不算是太大 但是它是功能齐全 我们首先进入到这个小楼当中 可以看出新建的小楼里面 灯光映尘下的小楼的大厅 非常的明亮 而且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 已经是挂在了墙上 这个墙上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 我们整个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的 前后对比图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如果是没有八月份来到这儿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 它的变化有如此之大 首先改造之前 整个小区就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 也看到过绿化 但是这个绿化非常的不规整 有的绿化甚至是无人打理 长出了很多的杂草 路面的硬化路面是水泥路面 但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裂痕 而且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有坑洼的路面 平时下雨的时候也是会积水的 而且在小区当中 也可以看到一些停车的状况 这个是改造之前小区的停车 有些车就这样的停在了路边的花坛 还有人行道上 小区停车非常不方便 一到上下班高峰 就会出现堵车的情况 现在这是老旧小区改造之后的 效果图其实和我们今天来到现场 看到的真实的情况差不多 所以改造之后 基本上和效果图 没有太大的差别 绿化我们看一下 上下两张图的绿化对比 道路旁的绿化 非常的有序地栽种着一些树木 草坪也经过了修剪 尤其在楼洞之间的这些空地上 之前的荒草已经全部都清除了 整个的路面的进化 进行了硬化处理 所以之前被一些枝枝叉叉呀 包括一些荒草所覆盖的路面 现在已经可以停放一些电动车 还可以有序地停放一些车辆了 整个的停车的空间呢 也是扩大了 在这里呢 我们的邻里之家 也为大家呢 设立了很多的功能区域 比方说老年的活动中心 还有我们的儿童房 包括一些党群室 让小区的居民 还有物业社区的一些 相关的工作人员能够来到这里 即使有效地处理我们居民 生活当中 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给大家一个温馨和温暖的家 当然了 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呢 到现在已经是基本完成了 还有一些工能房的一些设施的配置呢 也要后续地去跟进 这个工作呢 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呢 也在不断地进行跟进和处理当中 今天呢 我们也是请到了 永修县的住县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现场 也是负责此次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的 甘主任你好 甘主任 这一次的老旧小区改造啊 和我之前五个月来的时候啊 感觉是大变样了 而且呢 变化很大 让我是没有想象到的 具体的一些细节能不能告诉我们 去做了哪些工作 给我们总结一下 从7月份 7月7月份开始 白河山的小区改造呢 也是2013年 是为永修县 小区改造个完整社区 包括自费社区 一个亮点 改造内容呢 比如说本门 大门呢 大门改造 包括 主贯道 由东向西 8米宽的 立行道路 从东向西贯通 我们往这边看一下 对着这个画面来说一下 改造前 广场 广场呢是 改造前呢 大概是 3500多平方 改造后了以后呢 28500多平方 已经改造 包括广场那个修宪步道啊 有些 老院是 儿童发动区域啊 还有那个游步道啊 文化的长廊 那个修宪长廊啊 像改造这家 两件 800多平方 这是广场 广场呢 还有一个林立之家 林立之家呢 这边呢 也看在里面 另外呢 比如说 高风暴物啊 老院久久不住啊 载动消防通道啊 电梯的 电动车进 电梯啊 疫情啊 好 这些呢 刚才已经说到的 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点 我们整个改造的 涉及到的 小区的住户是有 将近有 有2000家 包括 商铺 大概2000 将近2400户 2400多户 将近近万人的 改造面积 在我们的这个 永修宪还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来往处走一走 看看我们的 这些改造的成果 和刚才我们 甘主任说到的 一些改造细节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啊 我们之前在 8月份来的时候呢 进小区非常难 因为商业街 直接是怼到了 小区大门 但是呢 现在的商业街 进来的时候呢 就很通畅了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 两车交汇啊 也是能够顺利交汇的 这个商业街的改造 首先是它的电招 我发现是统一电招了 而且停车位增设了不少 之前商业街 是没有停车位的 没有 白隔山小区呢 以前没有停车位 现在我们 进入改造以后呢 增加八百多个停车位 将近八百多个停车位 电招了 不是商业步行街 以前的张德山 不是没有步行街的 也没有商业街的 现在呢 我们为什么打造广场 包括林志佳 主要是呢 以文发商业 中心把它找到一起来 好 来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跟着走一下 其实呢 镜头可以给到 我们的商业街区 商业街 大家呢 可以在商业街当中呢 步行 然后呢 购买一些生活的必备品 吃饭之后呢 还可以散步休闲一下 和家人一起 而且商业街的中心地方 我们看到呢 是增设了这样的停车位 像这样的停车位的增设 是给很多的商业街区的 这些商户啊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包括给小区的老百姓 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我们往前走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 商业 因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 考虑到商业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现代化的 包括现在当下 非常时髦的一个小区 都会建设商业 所以我们的这个 白鹤市区花园小区呢 也是考虑到了这点 那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了一个广场 刚才也说到了 之前呢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是一个荒地 老百姓呢 不愿意进来 除非是倒到垃圾 或者是呢 晾晒一些衣物 冬天可以在这里 基本上活动的场地 是没有的 包括小孩 嬉戏游玩的场地 也是没有的 那现在呢 我们来到这里 这个地方 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 一个活动的场地 这块场地的地面 全部经过平整之后 把杂草树木清理之后呢 现在是已经软化了 变成了一个塑胶的场地 所以在这儿呢 不管是跳舞也好 孩子们玩也好呢 都是相对来讲 比较安全和宽敞的 尤其是大家看到的 非常亮眼的一个屏幕啊 在这里了 他现在可以播放电视节目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播放电视节目 可以是联网的 可以联网 您现在打个电话 让他播一下 我们的都市现场 看行不行啊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直播 能不能在 我们的邻里之家的广场 这个大屏幕上 能够呈现 刚才呢 我们的甘主人也说到了啊 这个大屏幕呢 可以用来看电影啊 小区晚上 尤其到了夏天 纳凉的时候呢 这块地方 就可以放电影了 而且是如果说 过年的时候 看一看文艺节目啊 看一看春晚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三十晚上呢 看春晚 大家小区居民 这些活动 看春晚是吧 直播 或者看看电影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不管是能不能 现在此时此刻看到节目啊 但是我们可以 很期待地告诉大家 这个电视节目 可以看任何的节目啊 这个也是当时 我们的小区居民 完全没有想到的 来到这个广场之后呢 除了有给成年人 安排的广场 休闲的广场以外呢 还有很多的 小孩的活动的区域 这个我们来之前呢 也是没有的 因为关注到孩子们 能够快乐成长啊 我们小区呢 也是在这个广场的 另外一块区域呢 分功能区间的 划分了一个小孩的游玩区 对 这是休闲堂囊 一个活动室 给那个两倍活动者化开 在广场 广场那是大人的 不知道是太旗旋 今天天气不好 太旗旋呢 活动 这边呢 已经的活动 那边小孩 包括 数据宝道 游不到 老年健身 在这个区域 刚才说完商业之后呢 我们说到热闹 就是在广场当中 我们感受到 节日的氛围 可以在这里呢 享受美好的 这个休闲的生活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到的 两个字叫智能 为什么说是智能化呢 因为在很多的 老旧小区改造当中 也涉及到过智能 但是呢 我们今天 所要谈到的智能啊 可能更趋于 人性化一些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 在小区当中 如果说我的电动车 进入到这个电梯里面 它是会有预警的 今天我们能呈现出来吗 还是要 到时候要后续的 这个设备更进 后续设备在那个晚餐 今天 但是已经做好规划了 做了规划 已经做好 现在是安装 包括高红泡物 老年九九五出 我们看高红泡物的 这个镜头啊 可能我们在镜头前 看不到这个监控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 详细的形容一下 它就在我的左手边 有一个像这样的 监控探头一样的摄像头 它呢 有别于我们 传统的摄像头 我们传统摄像头 可能是俯视和平视的 它是一个仰视的状态 就是这样 监控探头呢 这样仰视到这个 高红泡物的这个区域 就可以随时的 监控到高红泡物 如果说出现 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么要找到当事人 还是非常好找的 就不存在说 有这个视觉的盲区 和法律的纠纷而言 对吧 另外还要谈到一个智能 就是老人久居未出 这个我想问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久居未出 它会怎么样的报警 不能说老人家 三天我今天没出来 没出来呢 我们呢就是监控平台 报纸周监控平台 病人以后呢 我们和一个人家连线 老人发放免费发放 那个手帆和视频 联系以后呢 老人家不能说 有什么问题的东西 我们直接反馈 我们直接在上门 不 这样的话就可以及时的 关注到我们老人 每天的生活状态 对吧 以防他们发生一些 突发的情况 我们在说话的同时 直播的同时呢 这个大屏幕呢 就已经在放我们的 电视节目了啊 所以说非常及时的 有效的进行了 图像的传输 和声音的传输 这个是做的 非常的人性化的 其实我们今天 走到这儿的话呢 一再要谈几个点的话 福小区的样子 真的是幸福生活有干劲啊 我相信呢 住在这个白鹤小区的居民呢 也是会越来越开心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关注的目光 转到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珠山区 作为景德镇市中心主城区 也是历史的老城区了 它的辖区老旧小区 和贝街小巷比较多 居民的老龄化现象 也很突出 所以呢 一些困难的群众家庭 存在着电线线路老化 这样的安全隐患 为了有效解决 这样的问题 最近景德镇珠山区 启动实施全区困难群众 电线等设施的更换 专项行动 2月5号上午 在景德镇珠山区 静城街道 黄泥头村的一户村民家中 景德镇市政公用集团工作人员 先拆除了 马女士家里的旧电线 再根据实际情况 更换新的电线 开关和插座 确保今后能安全用电 这是万天室的 对 这是万天室的 这是万天室的 我睡着这个厂商 和我们去市 从那里去万天室 那我们这一路就不能从这边 今年81岁的马女士 是独居老人 子女常年在外务工 居住的房屋是专幕结构 家中线路 使用年限超过十年 由于常年失修 电线线路老化严重 且电线裸露 存在安全隐患 用我们内心的话讲 就是相当好 原来的电路 安全上面是肯定 那是不要讲的了 是吧 有时候 就怎么讲 现在的电路 你看有那个铁管 包到那个铁皮 最起码 现在是木头 木结构的房子 一短路 它火星打出来 它是碰到铁管 不会烧着这个房子 原来的那个线路就不行 根据房屋的情况 制定一个一户一案 具体就是采取这种 线路掏管的方式 最大程度的去防止 这个火灾事故 家住景德镇珠山区新厂街道 黄泥头社区的詹先生 最近老房子的残旧电线 开关等设施 也进行了更新改造 原本裸露在外凌乱的电线 现已布设有序 协调美观 线路比较乱 沾乱插 裸露在外面 有些线就是比较老花的 很老花的 最重要的是 一个安全 一个在一个整洁 是吧 这个 你看着也很舒服 记者了解到 景德镇市珠山区通过前期摸牌 从1月28号开始 针对辖区727户困难群众 家庭线路老化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制定了更新改造实施方案 明确了专项行动的服务对象 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 有力有序扎实推进 改的都是低保护了 再就是独居老人了 它的线路比较老化 有些是专幕的结构的房子 目前我们整改了 完成了326户 还剩下401户 我们是历史上在2月8号之前 前面完成宣改任务 独视频道记者魏宇 景德镇报道 各位中文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我省的降水天气短暂停歇之后 今天再度发展增强 截至今天早上8点 干北出现了大范围的中道大雨 宜春封城累计雨量48.7毫米 为全省最大 今明两天 我省再次迎来降水集中期 预计今天全省都将会被降水覆盖 其中九江大部会下小雪 庐山和西部山区会有中雪 休水五宁两地的南部会有冻雨 从宜春铜谷到上饶雾园会有雨加雪 干北南部到干中会有中雨 局部大雨 明天白天降水范围进一步的扩大 干北北部大部会下小雪 九江的东部会有中雪 干北北部的其他地区会有雨加雪 从上饶南部一直到干州会有中雨 局部会有大雨 好了 最后来关注各社区是天气 南昌小雨一到三度 九江洞雨转小雪零下一度到二度 辅舟小雨一到三度 景德镇小雨二到四度 鹰潭中雨二到四度 上饶小雨转中雨二到五度 宜春小雨转中雨零到三度 平江小雨零到三度 星雨小雨一到三度 吉安小雨转中雨二到四度 干州小雨转中雨三到六度 以下是部分限时区天气 稍后您将看到江西调整的东西 最低工资标准 四月一号起执行 外婆乡小炸菜几油 小时候的菜又香 清荣云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江西新东方科学院学院 零期请标8844-1119 农业万家 多才多宝 加多宝给江西人民半年了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保运营门 多才多宝 超才进宝和加多宝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 砖制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 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 砖注 药材 砖选 工艺 砖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 砖制 强筋骨 痴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学中餐 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 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 就来新东方 两系新东方 科学学院 零七警邀 8844-1119 外婆香小炸菜子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融运 你好 咦 补费丸 这是补费丸 开销备装 一盒补费六十天 补费一期六六六 只可评传六六 要无极补费完 祝您六六大帅一整年 带爱回家 祝爱传言 名呼我为 新联新 网络问证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清理打造 干问平台 接速击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项 全媒体曝光推动 您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认 干问平台24小时 为您守护 欢迎回来这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现场五间版 我是郭凯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 为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 经省政府研究 决定对我省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 自2024年4月1日起执行 具体城市和标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通知 全省共分为三个区域 南昌市东湖区 西湖区 青云浦区 青山湖区 洪谷滩区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为一类区域 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00元 非全日制用工 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元 南昌市新建区 南昌县和其他10个社区市 部分县区为二类区域 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870元 非全日制用工 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8.7元 南昌市的近衔县 安邑县和其他10个社区市 一二类标准 未覆盖县区为三类区域 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740元 非全日制用工 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7.4元 上述月最低工资标准 包含劳动者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但将新区各区域最低工资标准类别 按行政区属地执行 该标准自2024年4月1号起执行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赣州渝都县 一场精彩的村晚正在这里上演 走进紫山镇潭头村复兮大院 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看村晚 吃复兮宴 开心分红包 跳竹竿舞 赏烟花 据了解 近四年来潭头村不断地发展复兮产业 建起了复兮食堂 并依托红色资源 促进乡村休闲加农业观光旅游的融合 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没有想到今天分到一千多块钱 今天很开心 今年比去年的还多了 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变高了 儿子搁得很高 变好了 同样是在渝都县宽田乡石马村 一场村民自导自演的文艺晚会 也在热闹上演 与我们印象中 羞涩腼腆的农民不同 舞台上的他们拥有开朗自信的笑脸 他们也许没有华丽的服装 精湛的演技 但台上的幸福表情 台下的欢声笑语 往往就是村晚最朴素 也最动人的感染力 这个活动非常好 然后这里很多人 就是乐情好客 东西也特别多 想通过此次晚会 来提升我们农村的文化 让我们这个乡村文化 更加的丰富多彩 让我们老板也更加快乐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一种文化带来的自信 绝活亮出来 喜庆共祥和 在新龙县龙口镇 丰西村内 村民们欢聚一堂 除了亲自上阵登台演出 村民还邀请了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口丰西武师 龙口丰西武术 在村外上展演 让村民感受到了喜庆热闹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 这么精彩的春节莲花会 我们感觉特别幸福 我们村景色越来越美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越来越好 村民捕出了健康 捕出了分采 展现了新时代村民 良好的精神分贸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公提供 过年前很多车主都会给自己的爱车 好好的清洗一番 有的还要做美容 打蜡 抛光等等 总之是要把爱车弄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 不过今年春节前 我省多地都迎来了降雨天气 一般来说车主都不太愿意在下雨天洗车 那么当春节前夕的洗车新传统 遇上了降雨的天气 车主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我们的记者也在南昌的多家洗车店 进行了打探 一起来看看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的这家洗车店 记者看到店外面雨在不停地下 店里人在不停地忙 由于伙计们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老板方先生亲自上场 平时洗车多少钱 平时三十五 现在 现在五十 其实也没有涨太多 我现在没有人 就我自己在洗 他们那些人都回去过年了 他们都回去过年了 你是老板 我自己洗 虽说屋外正下着雨 虽说按照惯例 年前洗车的价格也涨了一些 但是这些都挡不住车主们的热情 毕竟新年之前来洗车 既是对爱车的疼惜 更是要给自己讨一个好兆头 过年回去嘛 那个人也干干净净回去 车也弄得干干净净回去 那你觉得贵吗 还行 再贵都要洗干净回去嘛 现在过年来了嘛 洗车 虽然说它现在下雨 但是洗车的话 它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临近过年来了 它都是想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开开心心地回去过年 记者了解到 按照往年惯例 洗车的价格将从大年初时 开始逐渐回落 到元宵节之后 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了 除了洗车之外 眼下南朝市不少修车行 也很忙碌 春节假期里 车主们除了要开车回家过年 走进房友 还有不少人安排了自驾游 所以赶在这个时候 做保养检修的车辆 也多了起来 因为过年了嘛 车子检修下放心一点了 上高速 再过几天 他们就关门了 也打烊吧 就是检查下放心一点嘛 开车自己踏实一点嘛 可能假期要上高速 然后提前到这里来 把车子各项 基本的情况检查一下 出去也安心 对对对 预防一下嘛 比较多 一天的话大概要是多两 平时呢 平时的话保养也是有的 但是没有现在多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过年 一般都会出去 这里旅游来旅游 然后做个保养 检查一下底盘那些 过年大家都会把车子 检查一遍 避免车子坏得在路上 过年的时候 关了车子比较麻烦的 检讯一点 大家都放心一点 采访中记者发现 有车主临时赶来做保养 想插个队 不过被工作人员 蜿蜒拒绝了 毕竟眼下实在是太忙 主要是说年前 你把保养安装 这些弄好 过年的话 走进去什么的 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你来晚了 对 可能因为昨天 本来预约要买 然后有事没来 耽误了 然后现在过年 可能人比较多 就是年后了 对 可能就是年后了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回家过年 开车上路 请您保持好心情 遵章驾驶 安全出行 此外 有出远门计划的车主们 也请您及时检查好车况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最近我省多地 是阴雨连绵 从2月3号开始 九江庐山下起了洞雨 导致道路结冰 树木倒幅 影响交通安全 当地公路养护部门 启动应急抢险预案 除冰保畅通 下面下面有树倒了 对 你看慢一点 注意安全 受热冷空气影响 庐山风景区 气温降至零度以下 出现了洞雨灾害天气 路面结冰 植被都披上了厚厚冰甲 寒意十足 而402省到庐山登山公路 临山谷而建 弯多路险 洞雨导致多处树木 出现倒幅现象 交通一度中断 当地公路部门启动 应急抢险预案 24小时开展巡查 出动铲车 开展除冰作业 南山大概在35公里以下 在北山公路 大概在18公里以下 倒塌路数是大面积的倒塌路数 我们第一个呢 是出现了应急铲车一台 铲车针对大的倒塌的路数 进行路面清理 第二批4的应急抢险队软呢 它主要是带了这个油锯 以及这个环保型的溶雪剂 对这个锻炼的树枝进行清理 我们将全力以赴 保证春节期间 庐山南北山公路的安全畅通 保证春节期间 庐山旅游群众的安全出行 据了解 为确保出行安全 庐山公安局从2月3号晚上8点 就开始对南北山登山公路 进行交通管制 暂停进山车辆预约 来山游客一律换乘旅游观光车 或乘坐交通索道上山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公提供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大家回家的心也格外的急切 这两天从广东进入江西的车流量陡增 部分高速路段被塞的是满满当当的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 到大广高速的南龙段 去体验一下那段风雨兼程的归乡路 也看一看那些保护大家 一路平安的呼噜人 2月4号9点 在赣州隆乃市江西高速警察直属 八分局七大队的指挥中心里 值班民警发现 新河村2号隧道口广东方向 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 而当时司机和乘客竟然还在现场晃悠 丝毫不在意两边的车流 值班民警立即和司机取得了联系 将司程人员劝离车道后 民警文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将事故车辆脱离 当事司机曾先生早上5点多从广州出发 准备赶回赣州余渡老家过年 这一心急就出事了 新河村2号隧道是大广高速江西和广东的交界点 从春运开始以来 广东方向过来的车流陡然增加 从高空俯瞰 长长的车流在雨中绵延不绝 虽通行缓慢 但总体保持了畅通 民警处置完事故现场后 将双方司程人员送到了附近的 全南北一站式综合服务站 在这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为他们准备了热水 方便面和糕点 事故的后续处理也在这里迅速完成 像这样的事故应急处理点 七大队辖区共设置了五个 每个点都有专人值班 保证了事故的快速处置 从全南北的综合服务站出来 文钦又开始了路面巡查 对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进行驱离 并不时向过往司机喊话提醒 前方车流量大 道路拥堵 请大家注意车速 保持车距 请不要疲劳驾驶 累了 困难 请下收费站 过进服务区休息 临近中午 车流开始涌向服务区加油用餐 在大广高速龙南服务区 偌大的停车场内车满为患 等待加油的车辆排成了长队 而加油站这边也加派了人手 应对春节车流 正在等待加油的司机梁先生 上午8点从广东东莞出发回河南老家 以前春节返乡 他最头疼的就是堵车 今天车流量虽然很大 但到现在为止竟然一路畅通 顺畅多了 今年也基本上不算多 你知道吧 就是说慢行慢行一点而已 还好比晚点好多了 监测数据统计 截至4号晚10点 由大广高速进入江西的车辆 已超过55000辆 预计从今天2月5号到2月7号 这三天的车流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交警发出温馨提醒 近期雨雪天气频繁路面湿滑 回家团圆的路上 请大家牢记安全第一 请大家这个在驾车过程中 要注意车速保持车距 然后一定不一定不要批道驾驶 另外如果一不小心 发生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之后 一定要牢记九字真言 这个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都市频道记者赶州龙南报道 要过年了 不少人都会选择自驾出行 因为很方便 还能给家人顺带 带上一点自己的心意 所以很多人的后备箱里 满满的都是爱的故事 从浙江嘉兴开车 回湖南常德老家的刘女士 和丈夫在外工作十多年 一年只回一趟家 与父母孩子团圆 5号凌晨1点出发 远在家里的父母便一路牵挂 尽管天寒地冻 但一想到孩子能回家 心里热乎乎的 过年就想陪陪他们 难一点也没关系的 慢慢来是吧 如果不回去 一年到头看不到他们几次 年纪到了也舍不得 多数是父母理解我们 他都在包容理解我们 要的很少 父母常说 家里什么都有 人平安回来就好 可刘女士在收拾行囊的时候 还是为家人 一件一件地准备好春节礼物 带着妈妈的就是这个衣服 她自己在家 帮我们一带小孩 也没有出入 平常这些她都不舍 买得太好了 她也不舍着穿 她就挂在衣柜里面 这个是我给小孩买的 也是巧克力 55岁的李先生在工地做事 今天从浙江义屋和老乡一起 开车回湖南怀化老家 在外拼搏二十多年 心中最温柔的地方 仍为家人而留 在后备箱里有她给三周岁的孙子 带的几大盒玩具 肯定是回去给她一个惊喜的 不管留在多月也要 还自己的老伴都在老家 她在家最辛苦的 她在家里带小孩是最辛苦的 只能给个红包给她自己去想 慢什么 浙江渠州的江先生 今天回成都的丈母娘家 带着儿子 也带着一大箱母亲和姐姐亲手包的 浙江粽子 整整五十个 带种植是代表我们父母亲的一番心意 蛮期待这次回成都那边去了 因为十几年都没有回去了 然后也希望今年 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好年 独视频道记者报道 1月31日 102岁的老军医苏景文去世 遵照老人生前的遗愿 94岁妻子签下了 遗体捐献执行确认书 省市红十字会和南昌医学院 为老人完成了遗体捐献仪式 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为他的生命篇章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现场 南昌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在苏景文老人子女的见证下 为其完成了遗体捐献的办理工作 那我们现在就来完成他这个专线 今天接受遗体的是南昌医学院 我们已经在家族的支持同意下 把它送到我们南昌医学院 做了大体老师 那么后续相关的工作呢 我们会在根据家里的医院 我们有纪念员 每年的这个亲民节 我们都会邀请这个亲民 参与追思会 以组织的形式 纪念他们这种大爱无疆的表现 记者了解到 苏景文十六岁参军 先后参加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在枪林弹雨中 挽救了许多战友的生命 转业后老人继续救死扶伤 最终还是决定将遗体 献给一生最爱的医学事业 可以看见的就是这些 他曾经获得的奖章 这是纪念抗日战争的 这是解放的 这个是抗美援朝的 因为我父亲是经历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这几枚的就是纪念 分别纪念他的战斗经历 苏景告诉记者 早在2011年 当时89岁的父亲苏景文 就与母亲一同进行了遗体登记 父亲曾经跟他说 医学就是要从解剖开始 要做个好医生 必须通过实验 自己深知遗体捐献的重要性 我们都是继承了老一辈的这种精神 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就是干预吃苦 干预奉献 记者也从江西省红十字会了解到 苏景文是目前我省年龄最大的遗体捐献者 截至2023年12月31号 江西已完成遗体捐献2105例 全省登记遗体捐献人数达22.4万 独视频道记者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三人组团偷鸭寻刺激 刚拔完鸭毛就落网 网购低价机票 彼此早已诈骗 女子及时报警求助 疼 腰疼 腿疼 腰腿疼 北天早晚喝红毛 这身腔体肩腰腿好 痛 颈肩筋骨痛 北天早晚喝红毛 这颈肩灵活筋骨好 红毛中华老字号 六十七味药材好 爸 您的红毛要酒 妈 您的红毛要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成熟过节好 红毛要酒 龙腾盛世隐兴春 福星高涨 吉祥年 团聚时刻 叫吃黄上皇 黄上皇集团 恭祝全国人民龙年大吉 啊 您好 哇 咦 补费完 这是补费完加倍装 一颗补费六十天 补费一期六着六 只可评传六着六 要无几补费完 祝您六六大帅一整年 带爱回家 祝爱传言 学中餐 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 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 就来新东方 两期新东方快乐学院 零级警邀8844-1119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书筋剑腰丸 砖药 砖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 专精 成就了书筋剑腰丸的 砖药 专制 强筋骨 欺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红尸骨病 真讨厌 反反复复 制不断 一道动计 心里慌 红尸骨痛 太凡人 疼 疼 疼 一年四季 反反复 这个时候试试 远红外 热肤疗法 哪痛 就贴哪 简单又好用 颈椎痛 腰腿痛 关节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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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贴 贴 江中本草 远红外 骨痛贴 及远红外疗法 热肤疗法为一体 24小时持续治疗 直接作用于 关节疼痛部位 以热驱寒 赶走湿气 驱逐寒气 疏痛经络 哪痛 贴哪 走不稳 走不远 上下楼困难 蹲下 站不起来 老疯师 老骨病 常年忍受 膝关节疼痛的朋友们 请注意 颈 肩 腰 腿痛 可以贴肤治疗 江中本草 远红外骨痛贴 即远红外疗法 热肤疗法为一体 轻轻易贴 使用简单方便 对颈椎痛 好 对腰腿痛 好 对关节痛 好 颈尖腰腿痛 请用江中本草 远红外骨痛贴 哪痛 就贴哪 好用 还舒服 请拨打电话 电告吧 江中大品牌 值得信赖 经修地址 南昌 金刚山大道 巨峰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远九四医院正对面 省中医院 福州路住院大楼对面 博爱大药房有寿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君养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畅销50亿亭 值得信赖 君养胃动力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 学西点就来新东方 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两期新东方科学院学院 邻居请邀8844-12119 经常头晕头痛 又清血 经常胸闷气短 又清血 用清血八味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270亿年清血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血八味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血 胸闷气短 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认准猛棋牌 欢迎回来 我是郭凯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 2月5号 湖南下雪 高速堵车 服务区也被塞爆了 一个男子是堵了50多个小时 都没回到家 甚至急得哭了出来 虽然这场堵车事件 让人感到无奈 但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毕竟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日前浙江杭州消防 在巡查的时候发现 由于很多老旧小区 没有联动灭火系统 一些电动车棚 会装有一个圆球形状的灭火弹 也叫做灭火球 听说它是达到了一定的温度之后 会自动爆炸 释放砂石或者干粉 不过这种灭火弹 真的有这么管用吗 爆炸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二次伤害呢 一起来看 早上9点半 杭州市白阳消防救援站 对各类灭火弹的性能和安全性的进行了测试 记者发现 市面上的灭火弹种类繁多 有悬挂或手头式灭火球 手头式灭火器 悬挂干粉灭火装置等 灭火弹要经过手动或者被动引爆 威力较大 消防人员表示 悬挂式灭火弹 要火源非常接近时才能引爆 如果放在小区车库 火势发展到一定程度 可能无法招架 经过测试只有灭火器能够完全熄灭火源 液体的它灭火剂 可能效果是最差的 是吧 这个火是完全没有被灭掉的 然后其他几个呢 就是里面装的都是这个干粉 最后还都是富兰了 据了解 除了红灯笼型灭火装置 几款灭火弹都没有经过消防产品安全合格认证 是三无产品 消防提醒 这类灭火弹爆炸以后 容易造成火场里的其他物质飞溅 从而对人体造成伤害 另外市民在购买消防产品时 要认准合格认证标识 前段时间 家住昆明的杨女士 在帮家人订机票的时候 通过一个软件 认识了一个自称 可以帮他低价购买机票的人 但是在和对方沟通的过程中 很快杨女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赶紧报警求助 杨女士向民警展示了 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 最后一条是他与对方视频通话的记录 下了微信之后 遇见他下载了一个叫同余的APP 然后松芳也进行了视频控下 杨女士说 之前他也找人买过低价机票 可是这次添加了微信后 对方不仅要求视频通话 在视频通话过程中 还向他索要一个手机验证码 感觉到不对劲 杨女士赶紧挂断了电话 怀疑自己遇到了电信诈骗 杨女士赶紧报了警 并将对方的账号等相关信息提供给警方 希望可以帮他调查清楚 同时他也想通过自己的经历 给大家提个醒 避免遭受财产损失 最近浙江永康市江南街道的 周女士发现 自己圈养在金圣山 山脚田里的三只鸭子不见了 好好的鸭子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周女士赶紧报了警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凌晨一点左右 一辆轿车停在金圣山脚一处停车场 车上陆续下来三人 二十分钟不到 三人各自拎着一只袋子回到车上 并迅速开车离开 当日中午十一时取 周女士发现鸭子不见了 按照市场行情 每只鸭子差不多有十五斤重 总价值在一千元左右 我们那天是通过线索判断 到嫌疑零零的车辆 停放在我们辖区的某处位置 我们便安排便衣过去了解情况 到达现场的时候 嫌疑人正在处理鸭子 民警通过闲聊的方式来获取有效信息 确定正在处理的鸭子 就是周女士丢的鸭子 民警当场抓捕了嫌疑人 审讯中 嫌疑人熊某等人 对自己盗窃鸭子的违法事实 共认不会 据了解 嫌疑人熊某 王某 刘某 三人为同事 当日三人因为特别想吃鸭子 加上寻找刺激的心理 便盯上了周女士田里的鸭子 通过破坏铁丝网的方式 进入田中将鸭子抓走 临近晚饭饭点 三人开始处理鸭子 不曾想到三只鸭子刚拔完毛 警察就掌上门了 目前三人因盗窃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处理完的三只鸭 已归还给周女士 前两天 重庆市交通执法总队高速公路 第四支队七大队 在执法中发现了一辆小车 在驶离高速公路的时候 尾随前车 以此逃脱交紧车辆的通行费 被拦停之后 执法队员发现驾驶员 还涉嫌从事非法营运 当天下午的1点43分 一辆白色越野车 从滬戎高速电江收费站 ETC通道准备驶离高速 此时后面一辆黑色轿车 快速跟上来 收费站抬杆后 两车一起驶离高速 经核查 驾驶员熊某受二手车 车商老板的委托 将已经成交的奥迪A6二手车 从安徽黄山开到重庆 交给买售人 同时熊某通过一朋友 找到三名到电江的乘客 顺便接乘客赚运费 下到时他又想到 逃交车辆通行费 目前驾驶员熊某 已被责令补交 1134元高速公路通行费 为悬挂号牌 涉嫌存在未取得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的情况 高速交警和高速公路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 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村运期间提醒广大返乡人员 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 加大了非法营运 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请乘坐正规营运车辆 以提醒驾驶员朋友 没有营运知志 禁止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行为 下面是健康提醒时间 我们来看看 今天有什么样的健康知识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需要注意的 清血小课堂 是由清血专利 叫清血八卫片冠名播出 清血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血管通 心脑好 大家好 我是阿志 今天我们要跟大伙聊一聊 脑中风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 如果大脑出现了问题 那么治残率和治死率都不可小视 据统计我们国家每12秒钟 就会有一个人发生脑中风 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 脑中风死亡率目前是排在第一位的 超过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那为什么会出现脑中风呢 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的破裂 或者是堵塞影响了供血区域的脑组织 使其坏死而丧失一定的功能 脑中风的危害是一般疾病 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因为大脑是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 如果中断血流缺氧超过五分钟 就可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由于中风使得脑组织坏死 意味着身体的某部分 甚至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 患者可能没有感觉无法行走 难以站立 失明 失听 失语 中风痴残率很高 大多数中风患者都遗留有 轻重不等的偏袒失语和痴呆等残疾 其中也有四分之三的患者 不同程度的丧失劳动力 生活需要照顾 给社会及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 那么如何预防脑中风呢 其实可以从生活习惯控制高危因素 预防脑部疾病复发等等方面来预防 生活习惯上来说 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避免情绪剧烈的波动 不要过度的劳累 保证充足的睡眠 每天适当的锻炼 戒烟戒酒 饮食上也建议低盐低脂 低糖饮食 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 平时要定期的监测血糖 血脂血压等指标 尽量每年或者是两年左右 做一次体检 预防脑处中的发生 如果有脑处中的高危因素 一定要及时规范地予以控制 比如说有三高 就一定要遵循医属 规律地服用药物 此外 还有一些危险的因素 如长期地吃病药 风湿免疫性疾病等等 都需要规律地控制 预防脑处中的发生 那如果有脑缺血脑出血的既往史 比如说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复查 评估有无复发的现象 如果发现异常 就可以进行干预 避免脑处中的发生 当然了 最重要的还是要兼顾清血 血液好 身体才能健康 说起清血啊 你就可以积极地服用 像猛奇清血八维片 这一类的清血药物 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 纠正血液棉虫 改善血质 好了 今天我们的清血小课堂 就说到这儿 感谢猛奇清血八维片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便是基前有血粘血绸 有三高 怕心梗 脑梗 中风 偏瘫的朋友 请记住 锁定我们的清血小课堂 接下来快速扫描 国内省内的民生大事 进入今天的资讯快报 近日经南昌海关所属 九江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 一辆满载新鲜蔬菜的 冷链运输汽车 从江西出发 直供澳门市场 据了解 此次公澳新鲜蔬菜 有红菜苔 西兰花 大白菜等九个品种 共计4.5吨 这也是江西首批 蔬菜直供澳门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公布了2024年 春节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 江西有三地入选 分别是九江市卢山市南康镇 大唐村 吉安市青园区 美威古村景区 宜春市万载县 谭部镇池西村 昨天四川公布 梁山州金阳县821 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报告 调查组查明 短时强降雨 是诱发灾害的重要因素 不利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 加重灾害危害性 河道行红疏杀不畅 加剧了灾害效应 讯期违规助人 不及时转移避险 是造成人员伤亡失联的重要原因 四川省纪检监察机关 依规依纪依法 对灾害中涉嫌违纪违法 失职失责的127名中共党员 监察对象 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四川省公安机关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12名企业人员立案侦查 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证监会昨天在其官网 发布消息称 近期股市持续波动 部分不法分子非法牟利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加大交易行为监管利路 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空 切实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独视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爱在干婆里》系列节目 今天认识的是 上饶物源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源绿茶制作技艺传承人 胡胜光 他创新产业发展之路 让茶与酒擦出火花 外婆香小炸菜子油 加油 早到外婆香 好香啊 外婆香小炸菜子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融语 疼 腰疼 腿疼 腰腿疼 每天早晚喝红毛 这身腔体肩腰腿好 痛 紧肩筋骨痛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今天灵活筋骨好 红毛中华老字号 六十七味药材好 爸 您的红毛要酒 妈 您的红毛要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成熟过节好 红毛要酒 四到十二岁儿童家长注意了 警惕扁桃体肿大 先要体肥大 成为孩子生长发育的拦路虎 注意防治 及时就医 健康热线八六六五个三 暖冻自补 集会够 就来都市严选 自补央生节 媒体大台 产地之贡 正品保证 价一发十 八十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 九十九元 西洋生 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狐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送一斤 江东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买一盒 送一盒 都市严选 七年滋补老店 值得信赖 现场含有 西藏纳区虫草 加拿大西洋生 优质天麻 藏红花 等各类滋补佳品 均有产地特惠活动 活动地址 南昌 景岗山大道 巨峰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原九四医院正对面 景德镇 星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九江江中灵芝 都市严选 长湖大道603车队公交站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 砖注 药材专选 工艺 砖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哪儿哪儿都好 就牙显老 太唐拜博 关注口腔 种植三十一年 让普通的种牙 变得更舒适 让复杂的种牙 变得更轻松 微畅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让种植牙 更便捷 快乐看牙 孩子的口腔健康 拜博与您 共同守护 牙是饺子 到每颗牙齿 找到它更美的位置 将新二套 联合拜博口腔 推出新年美牙活动 鲜微根管 美白 种植矫正 让你的牙齿 过好年 放名即可领取 三千元工艺补贴 0791-8770-3668 牙齿要看好 还是选拜博 大牙齿补贴 咦 补贴丸 这是补贴丸 加倍装 一颗补贴60天 补贴意气666 只可疲传666 养无极补贴丸 祝您66大帅一整年 带爱回家 祝爱传言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 头痛 又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又清洗 用清洗八胃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胃片 二百七十余年 清洗股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胃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又清洗 胸闷气短 又清洗 清洗八胃片 认准猛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都市现场 加油收藏 继续关注 《爱在干婆里》系列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为公益献爱心的艺术家 和收藏家们 今天我们来认识的是 上饶物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源绿茶制作记忆传承人 胡胜光老师 你想闻闻味道吗 想啊 能闻到吗 那你闻一下吗 到这儿 可以给我给你闻一下 哦 好浓香的酒味道啊 对 这是橙凉蜜酒 茶叶的味道会淡一点点呢 茶叶味道淡一点 因为我们是提取的 额茶素配置酒 茶叶和酒 做出来的茶酒 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黄色的茶叶黄铜 能量的茶酒 是从发酵提取的 发酵提取破坏了茶叶的成分 所以他们做出来是白说的 我们的茶酒 是提取茶黄铜 配置一层 是茶叶黄金 所以我们的是黄酥的 二十多年前 胡胜光老师 学了制茶手艺之后 决定下海经商 一开始 他就想把茶和酒 结合来创业 道路是很拒绝的 就是我们把那个 提取那个额茶素的 虚拟症 都到了南厂大协 武汉青龙大协 华白科技大协 各位老师的 把忙指导 这一路走过来很精心 很难提取吗 很难提取 因为 现在提取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把茶叶放在酒里面 不像是好山好水好茶 现在把茶变成酒 茶酒 中国我就是第一家 这样胡胜光老师 不仅在全国率先建立了 一条额茶素生产线 创新衍生出 与之相关的许多新产品 还带动了很多人一起致富 我们在起码 带来了五十个以上 因为我们自己的基地 种茶 采茶 包括提取 所以以后我们会把这个技术 发扬完了 让个个都学会做茶酒 我们再来看看 全省72小时之内的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小雨一到三度 明天雨加雪一到三度 后天多云二到七度 九江今天冻雨转小雪 零下一度到二度 明天小雪转雨加雪 零下一度到二度 后天阴转多云 零下一度到五度 宜春今天小雨转中雨 零到三度 明天雨加雪一到三度 后天雨加雪转多云 一到六度 平湘今天小雨 零到三度 明天小雨转雨加雪 零到三度 后天雨加雪转阴 零到三度 星雨今天小雨一到三度 明天小雨一到三度 后天阴二到六度 福州今天小雨一到三度 明天小雨一到四度 后天小雨一到五度 鹰潭今天中雨二到四度 明天小雨二到四度 后天小雨转阴二到五度 景德镇今天小雨二到四度 明天小雨二到四度 后天阴零到八度 上朝今天小雨转中雨二到五度 明天小雨二到五度 后天小雨转阴二到七度 吉安今天小雨转中雨二到四度 明天中雨转小雨二到四度 后天阴二到五度 干州今天小雨转中雨三到六度 明天中雨转小雨三到六度 后天小雨转阴二到六度 南昌今天小雨一到三度 明天雨加雪一到三度 后天多云二到七度 稍后您将看到 千年一到梅花布开街迎春 身边的美食美景美事 好人好事凡人善举 但闻天下为您全搜罗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过年准备回家 采访一下爸妈 过年了 孩子们要回来了 你这多年的老壳船 可别有饭了 这时候该补补费了 要无几补费完 把补补费费功能 老师咳嗽的费 老师气喘的费 费功能减弱的费 都要好好补一补哦 一盒补费六十天 补费完春年六六大睡一整年 爸妈 我们回来了 带她回家 下期看妈 疼 腰疼腿疼腰腿疼 毎天早晚喝红毛 这身腔体肩腰腿好 痛 颈尖筋骨痛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境界灵活筋骨好 红毛中华老字号 六十七味药材好 爸 您的红毛要酒 妈 您的红毛要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过节好 红毛要酒 暖冬自补实惠购 就来都市严选 自补央生节 媒体大台 产地之贡 正品保证 价一发时 八十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九十九元 西洋参 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狐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买一盒 松一盒 都市严选 七年资补老店 值得信赖 现场含有 西藏纳区虫草 加拿大西洋参 优质天麻 藏红花 等各类资补佳品 均有产地特惠活动 活动地址 南昌 井冈山大道 巨峰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原九四医院正对面 景德镇 新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九江江中灵芝 都市严选 长虹大道 603车队 公交站旁 农业乱家 多才多宝 加多宝给江西人民 半年了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保运营门 多才多宝 招费进宝 和加多宝 大宝费过满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获国家专利 倾斜八卫片祝您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要倾斜 胸门气短要倾斜 倾斜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都市现场五尖板 我是郭凯 干文天下事 有你更精彩 最近赶州大雨县南安镇的梅花部 仿古历史文化街 举行了热闹的开街仪式 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游古街赏梅花 够年货 感受浓浓年味 开街仪式上 舞龙 舞蹈 独奏等文艺表演轮番上场 舞龙者随着鼓点摇摆着龙身 鼓针独奏行云流水 乐声悠扬 期间还穿插抽奖 画龙点睛等小游戏 好看 好听 好玩 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表演就是那个双龙戏猪和那个打鼓的 这是我第一次来 这边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觉得很好玩 梅花布房谷历史文化街 位于国家4A级梅岭景区中 是梅关千年古异道中的一段 古时的异道两旁商铺林立 经贸繁荣 如今的梅花布 连接着千亩梅园和梅岭异道 街边高悬着喜庆的装饰 道路两旁古色古香的房谷建筑 村民们摇喝懒客 游人穿梭其中 重现了梅关古异道商贸盛景 在这里还有飞镖 头湖 猜灯迷 等有趣的亲子游戏 游客朋友们可以在这里 体验到来自大鱼的年尾 感受到热热闹闹的过年气氛 大鱼台廖家李静荣报道 气温持续走低 不少市民走出家门 带着倾盆好友 在热气腾腾的热汤中 感受冬日的温暖 春节期间温泉旅游持续升温 走进吉安岁川县一个温泉度假村 温泉汤水热气腾腾 泡池内游客成群热闹非凡 来这里我们都很舒服 在这里泡的水质很干净 水温也挺舒服的 服务也很到位 大大小小的池子都挺好的 为了丰富游客旅游体验 当地文旅部门还推出了 一系列保障和优惠措施 在接待服务方面 增加停车位和文旅搬线 改造了温泉度假村酒店 及水上娱乐设施 同时当地还特别推出 岁川梯田茶香温泉 缤纷过年游路线 游客朋友可以在春节假日 感受如湿如画的桃园梯田 在温泉池水中温暖过大年 岁川台徐振振报道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干问 热线曝光台 南昌的龚女士反映 她在高新区的恒信 一气大众买了一辆车 1月10号提车 1月14号天窗玻璃破了 她找到4S店维修 对方说没有玻璃配件 年前都更换不了 现在龚女士非常着急 南昌安逸县的张先生反映 当地石碧镇向方村 通往湾里管理局喜耀胡的路 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被堵住 给经过这里的车辆 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 赶州张贡区的傅女士反映 洪环路1号小区三栋三单元 有居民在楼顶种菜 导致她家常年漏水 傅女士为此向社区反映 多次都没有处理好 现在家里墙体发霉 生活受到影响 辅州临川区高平镇 阳城村的张先生反映 她家去年7月安装的自来水 到现在也没有用上水 自来水公司说 是地势高水上不来 现在很多用户都没有水用 张先生感觉安装费白交了 前几天 平乡上立县的李先生反映 赤山镇全皮村 无坑小组有一个水塘 现在水塘里面全是污水 去年村里搞了污水处理设备 但是没有搞好 污水全部都排到水塘里 节目播出后 赤山镇政府工作人员答复 他们已经与新农办联系 会安排好后续的改造时间 目前村委会已经将水塘中的污物 打捞干净 前几天 吉安太和县的陈先生反映 他是祥和家园连租房的住户 小区一直没有人管 小区里的体育健身器材都缺失了 希望相关部门关注 节目播出后 太和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 已经申报了增加该小区的健身器材 等审批后会逐步安装 腊月底陕西榆林老街是红火热闹 心灵手巧的婆姨女子呢 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冒角媳妇减脂大赛 我们到现场看一看 走进榆林古城 飞移小剧场 2024春节冒角媳妇减脂大赛 正进行着 选手们以大红宣纸为载体 衣服服象征着生活富裕 年年有余的各种花鸟动物 日常生活场景的简纸 呈现在大家眼前 我完成这个衣服作品 是叫《喜桑加喜》 也可以当窗花 就是下面一个喜 上面有喜鹊有梅花 本次活动为期四天 以欢欢喜喜郭大年为主题 吸引山西 山东等盐黄九省 和陕西省各地市 60多名简纸飞移传承人 和爱好者前来参赛 主赛场设在 渝阳区文化馆飞移小剧场 兴趣互动组 在城区世纪广场 阳光广场等地 开展简纸教学互动活动 简纸作品采用线下线上方式 进行综合评分 评选出优秀作品 宣传我们的这种民间艺术 让它们够用各种各样的形式 让大家知道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接听热线的环节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要反映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好 你好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要反映的是什么事呢 好的 我们这个就这样的情况 您说 我们这个垃圾 有十多年到半个年左右 都没有人来脱掉 好 我们先别着急 先说说您的这个位置 在哪个地方好不好 在那个 封城市 黄城镇 高楼村委会 黄城镇 在哪个市呢 能说具体一点吗 封城市 封城市 黄城镇 你们是在哪个村呢 高楼村委会 上望村 高楼村委会 刚刚您说的是这个垃圾 十多天没清理了 这个垃圾是指 村里面的生活垃圾吗 还是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以前咱们的生活垃圾 是怎么样的 是有哪边负责的 您知道吗 以前的生活垃圾 就是倒在垃圾桶里面 倒在过几天 他们就来拖一次 将近有十多 半个年都没有来拖 所以感觉都倒在 往垃圾桶里 对往 那个 靠在马路边上的 这一次就是时间比较长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长时间 这是第一次是吗 对 好 我们了解到了 这个确实马上要过年了 肯定是要尽快地清理掉 会对大家有一个好的 过年的心情 那我们稍后会有工作人员 跟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然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帮您看看 能不能处理一下好吗 感谢您的来电 好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都市现场